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攻击所有的 不只是基督徒 所有的社会就是要让人远离神 这是绝对的 那撒旦攻击人的方法很简单 就是用这个世界 世界就是约翰一书讲的 这肉体的情欲 肉体的视野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 就是这三件事情 这个跟孩子在一起的时间一定要有个策略 一定要有个计划 然后一起跟大家讨论 然后你的心得是什么 孩子喜欢玩什么好的东西 好的游戏 好的学习 你怎么去reward它 去跟你花更多时间在一起 你怎么建立discipline 自己跟孩子花更多时间玩在一起 像刚刚李牧师讲的打扑克牌 像我以前小时候偶尔就跟他们玩扑克牌 那他们就觉得我们可以跟爸妈一起玩 跟他们玩chess 玩chess总是比这个其他好 对不对 然后读一些书 或者读一些什么 有很多东西可以做 你去google查也可以查得到 你就是要花功夫 就是要花功夫 不花功夫没有策略没有计划 这样的问题会常常发生 你问的是我的亲戚他的女儿 然后我想我们常常会看到别人的 有他们的青少年有问题 可是这些家长们他们的爸爸妈妈 如果说我要给他建议的话 或者是别人要跟他讲 他还不一定能够心平气和的能够接受 我自己都不敢提到这个问题 盒子我不晓得能不能回答这个 你打在上面 他说父母亲应当如何来帮助青少年 远离sex addictions 好啊欢迎李牧师回答这个问题 我只是因为第一个 这个青少年这个是没有错 到他18岁的时候 80%的 离开家之后 80%的 至少在美国的青少年 都已经有性关系了 只是好奇的问就是 你是想预防孩子 不要开始有性行为 这个的确是父母亲应该教导的 我只是把两个问题合在一起 别人的孩子我没有办法管得到 但是我们自己的孩子 那你要怎么教导 跟娱乐里面跟这些都一样 因为你看任何的这个青少年的 一定是跟性关系都有 一定是都有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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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